男性动呢?这个问题你们算是问对人了 毕竟只有文哲我才是最了解男人的 大部分的父母都觉得女孩子应该富养 山珍海味各种账 名牌奢侈品随便穿 我吃草莓尖尖 你就只能吃草莓屁屁 男孩子就要穷养 不能惯着也不能娇气 一个月只得800块钱的生活费 这不就是典型的众女青男吗? 因此许多男孩子在身边的时候 他们的父母都会说上一句 没事多喝热水多吃点药就好了 这就导致许多男孩子都是出之大业的 即使自己生病了也不在乎 吃点药喝点热水也就糊弄过去了 假如一个女孩子在换季的时候 提醒她天冷了要多穿一些衣服 假如一个女孩子在她上班出门前 提醒她今天有雨要带伞 假如一个女孩子在她生病的时候 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给她端茶送水 就算对方比钢铁侠还要值得直男 她也会黑脸一红 蓬然心动 而且在男生生病的时候 会变得比平常更加敏感脆弱 这个时候女生的贴心小举动 一定会让男生的心扑通扑通的跳 总之生活就是由许多细节构建而成的 女生的很多细节都是拿捏稳当的 自然会让男生为之心动 黄瓜必须拍 人生必须嗨 贴心小举动 男生必须嗨